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个月以来连续买超的这些个股当中 第一名是在2317的鸿海 投信一个月以来已经买超了2.5万张 第二名是在2603的长荣 长荣今天股价也很强势 投信一个月来买了2万张 接下来还包括2337的旺宏 投信一个月买了1.8万张 日月光投信也买了1.5万张 其次还有台速 这些都是投信在近一个月有布局的标的 但是因为他们族群性蛮广的 你看有航运嘛 有记忆体的望红嘛 又有封测的日月光 还有速化的台速 那投资人如果说我想要压保投信作账的话 他到底要看哪一个呢 其实我认为都可以看 那其实像又打一开始讲到说 今天是礼拜五嘛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其实今天只会这样开高走低 尤其是礼拜五的关那个因素比较多 因为现在盘说真的 它也不会大涨 它现在是个震荡盘 那震荡盘的话其实礼拜五 通常都会有 大家会怕什么 就是怕六日的时候 会有一些奇奇怪怪事发生 比如说什么 像之前 之前什么雀 或什么北部某医院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其实会有 这一天又涨了 所以有过去的经验 今天会震荡是很正常的 不过呢 不过我相信我在这个 这边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讲的主要是什么 主要都是个股表现嘛 其实大部分的部分 其实它就是整理盘 这个可能会鬼混很久 那你个股表现的话 你可能就先看几次比较投机的 比如说像那个爱普的部分 经历科 或者说像那个昨天 突然冒起来 创新高这个什么 会专科的部分 或者说像那个有 一样有利金集团 有利金集团那个色彩的什么 像那个2338光照 也就是如果说你从这里 是稍微投机一点的股票来看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没有弱 没有走弱 那没有走弱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资金行情还是在 那你当你确定 这个资金行情还在里面 就是比如说有人敢点火之类的 就是你确定说 有人还在里面的话 大户还在里面的话 你个股表现基本上 大人还在 你中小型股 基本上你说什么 要什么大跌特跌 它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呢 所以有这前提之后 我们再来看 就是往那个一些股票 这么来看 那像刚刚又打讲到 这个投信的部分 其实投信 必须跟大家提 投信不是主力 你不要想说投信作帐 投信在靠的股票 对它就什么 会大涨特涨 大标特标 每天都帮你拉涨顶板什么的 不是投信的做法不是这样 他买的是一个趋势跟价值 如果说趋势对 然后价值低估 基本上他就怎么样 他就会买 不管涨的时候买 跌的时候他也买 因为他看的 他看的不是什么 其实投信基本上 他没有那么短视 不是说看什么 这个月做完 他就没看 不是啊 他看的通常是 比如说在上半年 或是说今年一整年 他看的比较长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那个洪海 洪海他买什么 买他那个电动车 对不对 MH大联盟 对啊 但虽然说 而且呢 而且那个洪海 洪海电动车 虽然说这个地方 他还没有什么营收 不过呢 不过苹果这边 他做那个iPhone 12 他不是做mini的 他做pro的 跟Pro Max这边 这边带工是他的 这个营收是没有掉的 他跟和硕士软 是不一样的 那下半年又有iPhone 13 所以呢 所以就洪海的部分 他今年有那个苹果这样撑着 所以 所以他有苹果这边的业绩撑着 然后加上 加上一些想象空间 所以他顶在这里 那点这边的话在今天 我相信那个 比较明显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航运类股 其实航运类股 基本的部分 我现在这个 你看报纸 看杂志 都已经讲到烂调了 但是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长 其实我们从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现行 第二个就筹码 所以筹码来看的话 不管说这长龙跟阳明 像既然已经三月中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 如果说我们抓头信的部分 不管长龙跟阳明 他们是从2月初就开始买 我记得长龙是2月2号开始买 原本是2月3号开始买 之前高点的时候 就过年那时候 他们有先出一点 没错 但是呢 但是掉下来 他们会一段时间 这个就 2月2号这边 2月3号就开始 就是两次都是一路在买 那一路在买的话 一路在买 那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他看到后面 应该是这样 他们买一定买个价值 所以如果说已经好 就是今天两次 如果同步转型的话 那这个之前 又不是什么 挡到天上的没 挡到天上去最后很危险的 这整理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刚转强 其实我认为像这种 你进去卡位 基本上是OK的 甚至于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 像什么什么经济这些 经济现在都在挑战者数关卡了 所以我们做个结论 就是以目前这个部分 大概就是整理盘 整理盘的话 其实各无表现 那各无表现 我会认为 你如果说你头马面是OK的 甚至说头信有在卡位的话 比如说像 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一些电子股 然后今天呢 今天那个好运类股转强的话 其实像这个股票 好运类股之前航海王标一段 如果没涨到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我认为 你还是可以留意 好 谢谢中文老师的建议跟观察